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有没有什么感觉到 我好像是修行了几年 好像修行的也不太好 修什么了 修心 修心 有静坐 还有什么 看经典 还是什么 有什么方法 有打坐 有对视也稍微练一下心 但是感觉是心里那个力量佛性还是不够大 不是佛性不够大 功夫不够 功夫不够 没想到功夫气不凝 整个坐在这儿气不凝 也不是很散 因为修 如果静坐有一定定力气是不一样的 它该会迈到 气挺正也挺 不是很 但是像比较如果是说缺定力的话 气就有点散 因为我是按你修正来比较的 不是说是你跟普通人比较 还挺亲近的 那我是不是还要再 就是不够精进 还要继续精进 静坐的时间要加长 静坐在坐的上的时间要加长 刚开始修处的你想有一些功夫的话 三个小时到甚至加到七八个小时 如果有时间的话 就有一段时间 因为你的身体也蛮清净的 你起来就是功夫不够 定力不够 气要凝 要看清实相 要首先要定下来 心很清净很定 你清净打倒了但定不够 还有打坐的时候先空六根 因为你是在家人你在世上练 你不是把这个世界的无所谓 看清就行了 是要把你自己看清 打坐的时候先把你这个六根空掉 万法空不空跟你没关系 要空你的六根知道吧 空你的六根先出不定一开始 就是眼睛 就是因为你闭着眼坐在这 你接闻觉知道的一切 一般你闭着眼的话 一般就是个闻到什么 你看不见了吗 看见的就是黑暗 是吧 闻到的还有声音过来 什么都不定一 先出不定一开始 那六肉虚幻了 就是见闻觉知这些虚妄 开始 具有例子我们在这儿是空性 就修正的时候这样观想 这不是真理 比如我们是空性的 真空嘛 我们本来是真空嘛 现在有六个 爷儿鼻舌生意入进来了 我们就变成一个人了嘛 但这个真空里面没东西 所以这个六肉是没有地方入的 这个举个例子 因为我们这个六肉 爷儿鼻舌生意 这就像如果我们的真空 是有个桌子的话 这个这个扇子才能放在桌子上 才有个放的地方 现在真空是没东西的 所以你也入 也入 这我就是进来的时候 它是每一个地方割的 它真空 它有个虚空 它也能放东西 现在真空是连虚空也没有 所以六肉是个假象 但是你要观想你的真空境界 你不能真空变成虚空啊 有虚空 那就能放这个桌子 那就有爷儿鼻舌生意嘛 现在真空里面 连虚空也不是什么都不是 只是个定义 你知道吧 所以真空里面这个六肉进来的时候 它本来就没地方入 所以这个六肉是个假象 就六肉啊 就是也入 耳入 鼻入 也儿鼻舌生意叫六肉 所以你包括你这个身体 这个肉是个假象 是你的幻境来的 所以你这样去观想的话 你想你要回到真空 是不是六肉要停 六肉要停是不是 首先你不能就是 也儿鼻舌生意做的都要停是吧 因为六肉是个假象 那你就知道 你真空坐在这儿 六肉是个假象 那那其实是你的 你不能停的你是意念 易入嘛 也耳鼻舌生意 是吧 你的易入 你这个意念进来的时候 你现在很说散乱或者什么 是易入不停 你把意念停下来 是吧 意念停下来就是 其实不定义 连定义也不产生 连概念也不产生 但它停下来的时候 你再用你的耳朵听声音 你试试 就是说 把外边声音过来的时候 你根本分不清内外 身心内外啊 这个真的不需要辜负 你如果这样观想 观想的很很正确的话 你知道你的真空里 是没有东西的 这六肉是根本就 不可能有个肉的 那么这就是 无一而鼻舌生意的境界 知道 根本就 一而鼻舌生意是个假象 只是你不知道 那么好 当你那六肉 现在是个假的 那就停下来 首先把易入也停下来 那么好 眼入耳入鼻入 舌入深入 深入 深的触 身里边有触觉嘛 觉受嘛 体验 这些全停下 这时候 如果声音过来 你会发现 那个声音从你的身体上穿过来 你会静下来 你试试 这个才是真正的静下来 没有六肉的静下来 知道吗 如果你坐在那儿 你是强迫自己没散乱的话 那你的气足脉气 都没有呼吸你才能够达到静下 如果你能观想 这样子观想真空 然后六肉停下来 你会收获更快 六肉全停 深入的体验 深入有零一个核的体验 触觉的体验 什么这些 你慢慢去体验 这些全体六肉都是个假象 而且那个时候你就发现 就算你借空性 你是用空性 在寻找空性 因为六肉都是空性 因为你在真空里 是不是 在真空里 六肉是个假象 没有东西可入 那么假如你想 用意念去理解空性 去解悟空性 你这不是用空性 那意念也是空性嘛 六肉是个假的 这只有真空 没有六肉嘛 那等于是 取悠空性 再寻找空性 你就知道 为什么你 看不见空性的原因 其实蛮简单 戒不到性的原因 反正是有东西 你穿得有肉的地方 这个也是修订的一个方法 要到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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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